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新闻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出镜游刷新年内假期峰值 日韩东南亚增速快 数千条归于逃离了冰岛的养育场 这可能会带来致命的影响 中国工厂活动连续六个月首次扩张 等等 请大家收看 中国出镜游刷新年内假期峰值 日韩东南亚增速快 北京环球时报发表评论指 今年超级黄金州的主要特点包括 国内游全面开花 游客长途旅行比例显著提高 以及文体率融合趋势明显 相对低迷的出镜游也迎来强劲增长 尤其是日韩东南亚欧洲中亚等地区 评论指 今年超级黄金州国内游将全面开花 不仅杭州长沙等网红城市备受追捧 新疆 西藏等偏远目的地也吸引了大量游客 此外 滋博 沿边等三四五线城市中 也出现很多黑马 游客长途旅行比例也显著提高 37%的旅客计划在目的地停留6到8万 比2019年增加了3个百分点 此外 文体旅融合趋势明显 演唱会 音乐节 以及户外露营等项目吸引了许多年轻消费者 村超 村BA等乡村精品线路也逐渐火热 评论还指出 双截期间出进油将迎来强劲增长 有的目的地一防难求 新华社消息一指 黄金州出进油人次将刷新年内假期峰值 其中 旅行平台协程网出进油订单预定量 同比增长近20倍 泰国 马来西亚 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为热门目的地 此外 根据每日经济新闻 黄金州的国际航班数量已恢复甚至超过2019年同期 而根据财新的报道 美国交通部近日又批准了中国三大航司国航 东航和南航新一轮中美航线增搬计划 不过新增航线仍集中于美国西部 美东航线趋值可数 数千条鲑鱼逃离了冰岛的养鱼场 这可能会带来致命的影响 未报 数千只养殖的鲑鱼 从冰岛Arctic Fish的一个网乡中逃脱 现在正威胁着该国的野生鲑鱼种群 这次逃脱再次引发了环保人士和政治家们 对限制或禁止开放式网乡养鱼的呼吁 根据未经证实的社交媒体帖子 这些鱼已经在冰岛西北部至少32条河流中被发现 养殖鲑鱼与野生鲑鱼的杂交 可能会削弱该物种在自然环境中的繁殖能力 全球野生大西洋鲑鱼的数量 已从上世纪70年代的800至1000万只 下降到今天的300至400万只 挪威仅剩下50万只 高峰时期的电视已经结束 一个不同的好莱坞即将到来 华尔街日报 美国编剧工会已同意一项协议 将为编剧提供新的奖金和更高的板税 然而 这也可能导致行业收缩 因为娱乐公司难以承担增加的成本 流媒体服务过多 给消费者带来困惑 也使公司难以引力 好莱坞的问题是结构性的 解决方案更有可能来自董事会 而不是编剧式 重点将放在 通过合并、合资或捆绑销售 来实现行业的可行性 中国制造业活动自3月以来首次扩张 彭博社 中国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在9月份上升至50.2 标志着6个月来的首次扩张 这超出了经济学家的预期 并超过了分割扩张和收缩的50水平 非制造业 PMI 衡量服务和建筑行业活动的指数 也从8月份的51上升至51.7 这些积极的数据表明 中国最近的刺激措施 包括宽松的货币政策 和增加地方政府借贷 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正在支持经济增长 然而 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前景仍持谨慎态度 并下调了他们的GDP增长预测 习近平主席已承诺 加大努力实现国家的经济目标 但尚未宣布具体措施 印度与加拿大的关系 受到散居地区煽动的 希克分离主义者的烈火燃烧 日经亚洲 最近 加拿大一名希克分离主义领袖被杀 加剧了印度和加拿大之间的紧张关系 两国互相指责对方 庇护恐怖分子 今年6月 哈迪普·辛格 尼加尔·哈迪斯·尼扎 在不列颠哥伦迪亚省苏里市 一座希克寺庙外被34枪击中身亡 他是一个想要建立一个名为 哈利斯坦·克利斯顿的 独立希克国家的分离主义领袖 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 后来透露 有可信的指控称 印度特工是这次袭击的幕后黑手 印度政府否认了这些指控 并称其为荒谬 这种局势引发了进一步暴力的担忧 并且使两国关系紧张 有人担心尼加尔已成为加拿大 希克社区内的一些人的劣势 希克独立运动起源于印度北部的 庞哲普邦 那里的希克教徒占人口的60% 分离主义运动在20世纪 80年代达到高峰 但加拿大的希克分离主义者 继续支持这一事业 1985年 印度航空182号航班爆炸案 被归咎于加拿大的希克分离主义者 这一事件仍然是两国之间的争议焦点 印度政府长期以来声称 加拿大应该采取更多措施 阻止这次袭击 庞哲普邦的分离主义运动 在20世纪90年代初至中期逐渐消退 但加拿大的希克散居社群中 仍有一些人继续支持一个名为 哈利斯坦的独立希克国家 印度和加拿大之间最近的紧张关系 凸显了加拿大希克分离主义 长期存在的历史和两国之间复杂的关系 这种局势很可能对情报合作产生负面影响 并进一步紧张两国关系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最近的几则新闻 首先是超级黄金周的旅游热潮 国内游和出境游都迎来了强劲增长 国内游不仅吸引了大量游客 连一些偏远目的地也成为了热点 出境游也出现了强劲增长 尤其是日韩东南亚等地区 接着 我们讲到了冰岛的养鱼场鱼类逃逸事件 数千条养殖鲑鱼逃脱后 威胁到了当地的野生鲑鱼种群 这次事件再次引起了人们对于 开放式养鱼的限制或禁止的讨论 然后我们聊到了好莱坞的变革 美国编剧工会签署了一项协议 提供了更好的待遇和板税给编剧们 然而这也可能导致行业收缩 因为娱乐公司难以承担增加的成本 好莱坞的问题是结构性的 解决方案可能需要从董事会来 而不是从编剧社 此外 我们谈到了中国制造业的扩张 中国官方制造业PMI指数 在9月份首次达到了50.2 超出了预期 这表明近期的刺激措施 正在支持中国的经济增长 然而 经济学家仍对中国经济前景持谨慎态度 最后 我们提到了印度和加拿大之间的关系紧张 最近一名加拿大西克分离主义领袖被杀 加剧了两国关系的紧张 这种局势可能对情报合作产生负面影响 并进一步加剧两国关系的紧张 以上就是我对这几则新闻的总结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参与讨论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